在停办制造服办期间 我们跟运输署沟通过 究竟他要我们补充什么文件和信件 最终在9月25日交了信 在10月初就批了 这一家全港唯一被宠物搭足的公共交通工具 由室内设计师Camry在2012年的时候发起 被狗主报名夹钱租用旅游巴士便宜香港 不过运输署就曾经两度 因为牌照的问题 向99bus返下停洗令 最后一次在今年5月 就期网上收费问题 禁止旅游巴士公司提供服务 宠物纸那时也有报道过 原来你这个个别收费的模式 还要额外向运输署申请 即使你持有相关的牌照 容许你收费 但你还要向运输署申请 所以促势我们现在要再停一次 申请完又再申请 能够在10月再度申办成功 但又可以维持多久呢 担心不来这么多 结果说没有 一直都是这样 一直支持99bus 参加他每个周末活动的潘太 停洗期间再务80多元 就可以带狗远游的优惠 每次出街都起码要几百元 我们在香港不同 在外国 外国的狗很受尊重 在香港的狗 就算我屋邨的人 都有一点冷眼 有时可以跟他们到处去 就觉得开心 主人Rachel就很珍惜 这里再没有人歧视她 牵着两只大狗 她说就算客户车司机 都曾经围栏她 但去到她见到一只狗的时候 嘴唸开始有点不同 哇 这么大一只 她不是脱了很多毛 你不要让她坐 我把梳化到因为是皮 自从爱犬在99bus 首行前去世 Camry就再没有养狗了 但每次活动 她都很喜欢以镜头 锁着眼下的热闹快乐 其实一直都在记录这个时刻 因为这个时刻 在成立至初 是期待这个画面出现的 我就一直都记录下这个画面 我养不养狗 我就在期待 期待着 期待着 也会的 在有生之年 但不知何时 但我一直都在期待着 99bus今次复试 背后支持她的 还有决定合作 创办狗狗van的Connath 有一部分 其实很抗拒车导物 原来甚至乎有一个 叫做车怪兽 Connath 有一只陪伴自己 已经13年的爱犬 明白到狗主有时 就算租客货van 都会受尽白眼 于是她积极招募 不介意载寵物 黄昏之下 99bus踏上了归途 究竟香港距离 人寵共用的路 还有多远呢 我那个 就不是说 99bus走不来 我就觉得 99bus一天 就可能会退下来 反之 可能是 现在的公共交通工具 就比狗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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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